体温骤降中风的病人也增加了 各地医院都接到比平常更多的中风病患 尤其是露宿街头的游民挡不住天寒地冻 有人在做资源回收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自己的半边身体不能动了 63岁的老街友佳彪 中风造成右侧瘫痪无力 举手都有困难 这两天天气冷 他穿着五件厚衣服 还在做资源回收时 就突然发现自己动不了 离家十多年 阿彪现在中风了 想要往后的日子 脸上藏不住落寞 另外这名59岁的街友清泉 这两天天气冷 还是照样睡在土地公庙 虽然穿了不少衣服 还是抵挡不住寒风侵袭 早上起床 就发现自己连两三街的楼梯 都走不到 气温骤降 上了年纪的老街友 平常生活习惯就不好 两天下来就有七八位游民紧急送医 一般民众心血管疾病 送医的案件也暴增十多件 一时提醒 早晚个人健康管理 千万不能答应 一天的游民进出量大概有十几人次了 一般民众的话也偏高了 平均的话 昨天大概就大概有六七位 一排被窝突然间气温变化 另外一个就是他在睡前 大概他那个也没有看看说 自己的血压有没有升高 专责收治街友的属立台中医院 到了冬天气温骤降 街友挂病号也就急增 一时希望社服单位天气变化前 先做好街友安置 这样就可以减少社会成本的支出 记者黄秋莱士杰台中报道